9月23日和24日两天 生产苹果手机iPhone的富士康太原工厂 发生大规模的欧斗动乱 参与员工多达2000人 导致大约40人受伤 富士康在星期一停止了太原工厂的生产 这会不会影响到iPhone5的供货呢 下面请看微视频赵培的分析 大家好 微博消息说 2012年9月23号晚上10点到24号凌晨3点半 太原富士康保安是打了员工 引起了公愤 2万多名富士康员工是打跑了保安 当地警方控制不住局势 最后是防暴部队进驻工厂 导致工厂是放假一天 网友说太原富士康所有的大门都被砸乱 超市被砸 保安全部逃跑 警务室被砸 警车被砸了16辆 其中警察伤亡是8人 武警名枪为号 出动300多武警官兵 最后是全军覆没 另有消息说 从23号的晚上9点多一点 一直持续到24号的凌晨5点40分 才平息 动用了几千名的武警官兵 部队都动摇了 综合上面的消息 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由于一位河南的工友进宿舍的时候 没有出示门禁 结果20多名保安围殴了4名工友 导致一人受伤住院 最后抗暴升级 发生了2万人的抗暴 刚刚到场的300多名武警官兵是全军覆没 这场大规模的抗暴是富士康员工压抑已久情绪的一个大的爆发 富士康在大陆的公司采取军事化管理 一直受到外界的质疑 这场抗暴也让大家对iPhone5的正常生产是否受到影响 产生了疑问 富士康在大陆内地设厂一直不是很顺利 网友说 新是安徽河南工厂爆出用工的不足 省政府为了解决20万用工的缺口 向各地下了死命令 刚刚又爆发了太原的抗暴 这对富士康转进内地是一个疑问 富士康这些不顺利也反映出中共人口政策的错误 导致中国劳动力的严重不足 这几十年所谓的发展不是中共的功劳 完全是中国人吃苦耐劳的共性 一旦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过高或者劳动力不足 那么中共的所谓发展也就到了头了 好 谢谢大家 今天微视频就到这里 更多微视频在新唐人网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